想开个饭店可以装修啊 得买桌子椅子啊 这钱谁出啊 那这得我出呗 这钱你也你出 哎呀叔啊 那你这个一百多个 你这么的一下子 不都知道它没了吗 这都没了 韩国银行还有钱 那你那个韩国银行的钱 折合上人民币 大概得有多少钱 一百多吧 真是石头上长草 跟你一样啊 人家都是吹牛皮飞到天上去 大爷还真是把媳妇宠到天上了 职业要花二百万给人家开饭店 钱不够泡菜国的银行来凑 二百多万跟买拦闹似的说话去花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啊 那你这房子多大 三十六平 叔叔你这房子是回签的房子吗 对 他给那个两个楼 这两个加一起是八十二平 你回签了是给了两个房子 一个是这个三十六平的 还有一个是不是 五楼 五楼多大呀 四十六 那你五楼那房子现在谁住呢 租出去了 一个月多少钱 一个月六千 一年六千 一年六千啊 吓我一跳啊 甚至滑电的房租这么高 天风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高水平啊 咋说咱大爷也是个规规矩矩的拆迁户 一问起人家的经济收入 一个月六千的房租 可是没把红娘吓了一大跳 合着房子是用金香玉做的 我看你这边这个区域 你这个这是你吃的用的东西吧 对 我看老多都不是国产的那啥呢 那是韩国的 那是咖啡部都韩国的 这个也不是国产 这是韩国的 这是韩国拉面 这是韩国辣酱 我来的时候带回来的 说原来是在韩国的是吗 我下岗以后一直在韩国打工的 你是哪年下的岗啊 我都不记得 在韩国大概多少年了吧 那有十七八年吧 那个有时候吧 就是我们数字大了吧 就干不了累活 那就是个小区 他说伪生了 那有时候呢 我自己做个小买买的 红娘观察可谓是十分细致入归了 转悠了一圈 就把目光锁定在了桌子上的零食上 看到上面都是清一色的外国货 没想到大爷还是泡菜国的海归啊 真是泥丘钻洞 深藏不露啊 前前后后在韩国待了快二十年 这么来说 大爷还是精通多国语言的人啊 真是景底下看书 学问不浅啊 韩国干事 十多年 那一百多个都没有能行吗 哎呀那这一百多个 要是存在银行里 每年的利息 也不少啊 也得三四万吧 对 你儿子是做啥工作的 撞房的 一个月 人民币也就两万多块钱吧 那儿子有没有说不同意你回来呀 说你就在韩国呗 我们两口都还能照顾你 说明什么这个 我这个就是怎么想的呢 现在什么儿子姑娘没有用的 到时候我老了 走不动道了 抗车抗拉了 我儿媳妇 我儿子能伺候我呀 是不是没有用 那你觉得啥才有用呢 糟糕了老伴有用 钱有用 真是城墙上的首位 高手啊 一问起大爷的经济收入 人家谈笑风生间 就说了个一百万 合着在泡菜国打工这么赚钱啊 整个咱都想拎起袖子 准备当一次海归 往海里游了啊 玩笑归玩笑 要一马归一马 大爷的儿子也是定居在韩国 一听说老爸想回国定居 也是火急火牢的不同意 毕竟相隔万里的要如何照顾老爸 但大爷余生就是想找个伴 总不能一辈子当三班瓦的电灯泡吧 他们的一个旅店吧 要卖给我 想给这个买钱干啥 想好吗 我是怎么想的呢 那就是 现在这个有些这个女人吧 她月月管你要钱嘛 是不是啊 我给她投资一个项目 是不是啊 我也不管她要那个房租了 你一个月挣五千一万 都归你了 我一分钱不要了 你这家是想给未来的老伴开的呀 那待着干啥呀 你就是你现在这项目没定好呢 就未来的老伴说 我想开个美容院 这个店就是美容院 未来老伴说 我想开个粮油店 这一店就是个粮油店 是这个意思 对啊 这个门市房是我的 你看 我把那个旅店给接收过来以后呢 你要是这个经营的好 你继续干 你不想干 把那个全撤了 你越干啥 可能我越干啥就干啥 对不对 那好 那现在这店你买下来了 那比如说他想开个饭店 那他装修啊 得买桌子椅子 这钱谁出啊 那对的我出呗 这钱你也你出 哎呀叔啊 那那你这个一百多个 你这么的一下子不都折腾没了吗 这都没了 我韩国银行还有钱呢 就现在中国银行 存了一百多万 韩国银行还有钱 是这个意思呢 叔那你那个韩国银行的钱 折合上人民币大概都有多少钱 一百多万 真是泥丘钻洞 深藏不漏啊 咱大哥腰抱里的实力 还真是深不可测 大爷这次上台相亲 也是对未来有所规划 与其整天被老婆伸手要钱 还不如直接玩一票大的 直接盘下来个旅馆饭店 老婆想咋折腾就咋折腾 这里里外外的装修 加上电费四个全包 但是这次前前后后 可是一百万不止了 没想到一番询问过后 大爷还留了一手啊 套菜活的一百个 再加上银存的一百个 加上来可是二百万不止了啊 你大爷不愧是你大爷啊 爷爷我看你家这个 有特别多的这个小玩偶啊 你喜欢的还是这个 有小孩还是在的 也有我姑娘家一对算小姑娘 他家反正玩具也挺多 有时候喜欢就拿两个 就是这样的 你也喜欢这些啊 你看我装修我儿子说 我儿子说你看这老太太可时尚了 我妈 爷爷经整就是说 这些东西时尚的东西 我发现就你喜欢的这些东西 都非常有少女感 是不是啊 反正就觉得好开心吧 摆着玩挺好的 反正就觉得 然后这边有一个 这个小的算是一个展示棍啊 这上边摆的也全是 这个小玩偶小玩具 这都是我整的 这都是你整的呀 这叫门瓶柜 爷爷我觉得是一个 挺有少女性的人 你看爷爷就跟我们 说话唠嗑的时候 也感觉还挺有少女感的 是不是啊 我这个人吧 就是说什么 你爱说爱笑 没心眼 反正这么个人 跟谁也不会计较 也不会傻的 大了力 反正你所说图话 就大了力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刚踏进了大妈的家门 就看到了沙发上 摆着了各式各样的玩偶 就连床单上 都是可爱的卡通图案 屋子里的装修 也是简约高大上 年轻的儿子 见得肚子亏不如 别看大妈 都半截身的踏进土里了 但那些那少女心 还是一如既往的至难 那有个梳妆台 梳妆台 梳妆台那带灯的 我还没打开你 打开带灯的转栏呢 那个镜的 那姨这个梳妆台 是这个大镜子 这旁边还有一个 这么大的穿衣镜 对 姨是平时对自己的形象 管理很严格 反正我出去把爱捣吃 就是把自己捣成立正院 就这样喜欢这样的事的 那平时穿衣服啥的 愿意穿吗 愿意穿 我有一个就是说 不好的习惯 就是说什么呢 我这个人吧 就是说你碗黑 我门不扣 我就是说 把门开着 疑都干碎 但就是说一到晚黑了 或者是白人家 自己在家吧 就觉得是空荡荡 反正就是心情非常低弱 就那种 所以我就想 哎呀 就是找人多的地方 比较好一些吧 反正从老板走以后 就有点这个毛病 就一个人感觉 感觉情感上还有情绪上都太孤独了 所以才会有 对 反正我也跟别人说 我说我是什么毛病 我并不是害怕 大伙说你是孤独 怕孤独 反正就从小也就都带孩子吃饭啥 都带店子吃 这种事 你开的啥店 我们家开的是二人会板面店 一说起 四个这么多年孤单寂寞 纵使大妈骨骼里再要强 也是忍不住哽咽了起来 直言自个一闲一下来 看到房间昏暗的灯光和冷清的样子 心情就一直徘徊在谷底 就喜欢人多热闹的地方 所以就开了个饭店餐馆和儿女为喜 看着饭店攘往的人群 这心里头才能好受一点啊 土地一年吃饭我自己花不了 你有多少地业业 我们一赏好一赏多地 一赏多地租出去了 租出去了 对 地的收入那有多少钱一年 一年一万多 那你现在这个店 你们这个挣钱咋分配啊 和儿子挣钱吧 以前挣钱都带我手罢了 现在我最会告诉我 我说儿子你进过 妈不进过来 你给你姐吧这么多 我说一年二十万三十万 你俩分给妈店就完事 妈给我花就行 就这么简单 真是端午节吃粽的 皆大欢喜啊 大爷前头 还说有开饭店开旅馆的打算 没想到大妈 先前也是滴滴道道的老板娘 就看人家一年二十多万的收入 那以后大爷和大妈配合起来 男女搭配干活活来 把这个店打理好 岂不是桌子上放碗水 探平啊 我说你这个 你 你别问 你想不想对方 我怎么想的呢 我没想中 让那个女方听多伤她的感情 是不是 那你要是没想中 你得咋告诉我呀 咋还整个二号啊 那这样吧 那我给你二号 我抽壳烟行不行 抽壳烟行不行就是没想中 那当然行不行 那我就等于二号了 行 那我记住了 真是刘备编草鞋 手艺高啊 大爷也是害怕 被医护看不上人家了 害怕损了了人家面子 就想了个办法对了个暗号 套菜活的海归就是不一样了 相亲都还玩上暗号了 孙悟空七十二变 花样多 红娘和摄像小哥也是饿得合不拢嘴 先以你们两个互相做一个自我介绍 哥你先说 我身高1米71 体重75公斤 年龄67 还有没有别的了吗 叫啥呀 之前订那暗号 我看叔今天也没是觉得 乙还不错吗 不太那么太满意 哪里不太满意 就像没有演员 怎么说呢 就是那小伙子小姑娘 互相一接触一看 互相看着 没有这个百分之百的满足感 那你现在达到了百分之多少的满足感吧 你说说我听听 60吧 60及格了呗 对仪能达到一个百分之六十 我觉得这就可以了 因为两个人的感情会随着你们俩的沟通和相处 然后逐渐上升 你对他的演员也会逐步的提升 这是一定的 所以就先聊着 先看看 是不是 对熟这个地印象怎么样 还行 外在条件还行 因为我们这年龄里也没有过多的要求 真是老奶奶钻备我 真是老奶奶钻备我 给爷整校了啊 知道的明白大爷是在做自我介绍 不知道的还以为大爷是被审问啊 姓名身高年龄体重都得说出来了 就差四个的犯罪经历了啊 不过一码归一码 看到大哥并没有给出暗号 洪阳也是询问大爷是不是印象不错 没想到疑问却是 土地庙里填窟窿 不妙啊 好在大爷并没有一棒子打死 那么就看接下来如何接触了啊 我是那个在那个华电市啊 是 退休的啊 退一个月就是工资两千八吧 有个儿子啊 那个韩国居住呢 我爸没有退休金 嗯 我原来是能送户口 后期一年完了户口落到吉林市了 交社保也就晚了 没有退休金 姓这些年一直自己做卖 做了一辈子 买卖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太小 一直做买卖 包括依现在还有买卖 现在咱们这个吉林市有一个小面馆 像我这没有退休金 给你生活能带来压力不 就是将来到老那一天 这都是考虑好 不像有退休金是吧 这些事儿拥有压力 想怎么安排 就是说我因为一分钱不开呀 退休金 那个吧 以后生活问题 我几乎上都是没有压力的 那没有就可以 我本身就有退休金 我那在银行有一部分储蓄 你看叔叔是有这个底气的 所以你就看来找老伴了 没有这些东西就不涨了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一说起以后的生活规划 大妈是胡动里赶出 直来直去 直言自个没有养老保险 害怕以后的生活没有保障 但是这对家财万贯的大爷来说 就是天空飘来窝子 那都不是事儿 直言自个积蓄是完全够用 积蓄没有老保 这个事儿你介不介意 那不介意 我不是嘛 我的积蓄和我的退休费 养活一粒没问题嘛 经济基础 他工资开的并不高 但他有经济基础自己 我因为生活还是没问题 叔吧最近还有这个打算 说要这个盘一个门市玩呢 说这个我要是未来找着老伴呢 我俩在这个门市上在干点啥 但是做什么买卖还没想好呢 那姨有这么多年的做买卖的经验 是不是比如说真能跟姨成了 就可以跟姨好好商量商量 接下来干啥了是吧 反正做买卖吧 就是说啥呢 反正会考虑 必定是说从根就是做生意了 反正有点小小的经验吧 我相信她这种想法也是很好的 对吧 因为年龄也不算太大 能干点就干点是吧 就是说这样 也是充实生活也在运动 她要做买卖的 我也以后想做买卖 这点还可以 是吗 你要想做买卖这个她有经验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得很啊 童娘也是问起了大人的看法 毕竟先前都觉得演员没相中 之后又得知了大妈没老保 没想到人家是一点都不在意的 直言四个钱又不是养活不喜 还直言要用两百多万 给大妈盘个店 大妈一听也是喜上眉烧 四个要经验有经验 要手艺有手艺 但我这一年爱好就是说爱旅游 爱运动 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 你抽烟喝酒打麻将熟好不好 你跟姨爷说说 麻将不玩 不愿赌 晚上一顿喝点小酒还能喝点 抽烟不 抽 喝酒吧 咱说是男人 就是说抽烟喝酒 这是必须的 咱不反对 是不是他必定是男人 我对这个不建议 但别喝大酒 别闹事 那你啥样你跟姨叔说 你喝完酒啥样 我喝完酒就困了 对喝完酒 他就自己眯一边去了 就躺着了 睡觉了 姨这个对抽烟喝酒不在乎 但是这个 叔这边也得让姨知道 是不是 这说明两个人 借这一面大家得坦诚啊 是不是 熟是这个朝鲜族 就是这个血液里边 就有这个再歌再舞的这个传统 能唱还能跳 我看一跳吧也挺好看 跳了交接舞了 什么晚光唱舞也挺好看 但就没真实去学过 反正就瞅瞅也挺好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神枪手打把 十拿九稳啊 一说起自个的生活习惯 大麻是烟酒不沾麻将不打 但是大爷却恰恰相反 烟酒都习以为常 这个年纪界是不可能了 好在大妈也是直言不介意 只要不喝大酒酗酒家暴 就完全可以接受 再一听说大爷不打麻将 这心里头是更了喝了 那啥呗 你教姨跳跳舞呗 教姨两步 来 你教姨 学一下 不跳舞 不是 那晚上不是说一次两次能学会的玩意 不是 你让姨感受一下 她有没有这个天赋 她有没有这个天赋 来 别不好意思 动起来了 来 没有拳 没有拳呢 你看姨这拳 什么拳 什么拳 对 是不是 行 来吧 哪只手味 对 姨笑挺好啊 我也跟不上 点吧 姨那个踩上点了吗 踩不上 说那个熟跟姨吃饭你俩去吃 我们就不去了 我们这个着急回长春 你俩这个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 可以再有些话 那个不好意思 当着红娘烙的 再烙了 再说说 吃一点吃一点吃 不对 不对了 我说你们添麻烦 我添麻烦 我添麻烦 你请我等到吃 你俩这个喜酒的时候再醒 这顿饭我们就不跟着吃了 完了你俩这个 可以再聊聊 再烙了 希望你俩能有个好结果吧 是不是 咱们一起下楼 拜拜 你俩好好处啊 去吧 真是过年娶媳妇 好上家好啊 大爷的是朝鲜族的能歌善舞 舞子里流淌的血液就是好动 红娘也是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 实验想要两人配合着来上一段 大爷是穿着西装记着领带 大妈要是再换上一身靓丽的舞蹈服 那可真的是圆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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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